請起立 請你請坐 各位學員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這期非常不一樣 我看各位這期都比較年輕 一半以上都年輕 都育起來沒問題 這是非常不簡單 如果他現主席 所謂台灣人的這些小團 還是所謂的黨派 現在都是老人會 不管對決的都一樣 都已經變老人生了 拿便當請人吃 就沒有人要來聽 這麼奇怪 台灣民政府這個 自治延歇盈 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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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大 越大 當然不是說 因為你想要做官 所以來 當然這也有關係 他剛才 副總理跟我們說 你如果要來自治延西 用來做什麼 因為你所謂聽的是真理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 台灣人 頭腦裡面 所掛念的 都不對 為什麼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前天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派人來跟我們拜 本來是講說 要跟我談三十分鐘 他說可不可以錄音 我說請便 然後開始談 談了多久 兩個半小時 談什麼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 然後呢 我所問他的 沒有一件事情 他能夠真正了解 例如 例如 因為在座各位 最少我們這個論述 差不多 一般來講 頭腦裡面 有一些普通的概念 所以我就不打算說 從頭開始講起 我是日本人那個學者 日本的外國語大學 是做什麼 你知道嗎 這是日本時代 東京的 東京的 日 外國語大學 是 SPA的學校 就是間諜學校 第一學校 在學全世界 所謂語言 之後 學後之後 日本 派出世界各國 去做間諜的工作 去做間諜的工作 所以這間學校 會派人來跟我們講 不是隨隨便便的 但是最近 日本這裡 日本政府派很多人來跟我們談 我講一個比較近的 2月28號 今天才3月16號 2月28號 18天前 日本的參議院的議員 就是三國 9号上个礼拜 日本政府回答 他怎么回答 他说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二条B 的规定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 日本政府没有单独的立场 对台湾的地位来表达 这位跟两年前 日本的交流协会的赛道代表 当时他讲说台湾地位未定 也很生气 把他赶走 当时日本的政府也是一样的回答 各位 你要听清楚 这句话有什么意义 日本政府没有单独表达台湾地位的立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有玄机 什么玄机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同时在2006年10月24号 我们控告美国的时候 在2009年4月7号的时候 美国的高等法院有一个辩论 当时法官当面问国务院的律师说 就今天和平条约现在已经没有用吗 哈佛大学的律师怎么说 他答不出来啊 然后法官自己说 我告诉你 到今天为止 台湾仍然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呢 还占领呢 所以他就说到 蔡总理刚刚讲的那句话 1945年10月25号 中华民国告诉我们 台湾光复节 然后1946年1月12号 行政院公布节餐第0397号文 从1945年10月25号开始 所有的台湾人自动 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国籍法没有人规定说 可以集体规划 你如果去美国移民 去美国敢不敢说 集体规划为美国国民 美国公民 不可能耶 战争法里面还有一个 海牙公约 第四公约里面 规定的非常清楚耶 还有人权公约里面 15条跟15条之一 怎么规定 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国籍 之一规定说 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够把你的国籍 把你剥夺 所以1946年1月12号 中华民国行政院公布 说让我们台湾人 具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美国跟英国三次抗议 他说 当时究竟那和平条约还没有签 他说和平条约还没有签 你这种规定是不算的 所以够怕留意志 美国跟英国 没有同意台湾人变成中华民国国籍 就是这样全世界都说 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你的什么passport 都不好 你去东南亚 你不是国家耶 你如果排队他拧一条去排队 里面还要放五十块美金 这要给你 那民政太多了 那民政也好啦 你如果记得 那时候日本政府 你要去日本 方文的时候签证 不想给你电影 在中华民国护照 他用一张招 每天也是一样的 用一张招 奇怪 日本付账好好 怎么就用一张招 农费 那有政地的意涵 没有人跟你信任 说你是中华民国国籍 台湾人自己信任 说一个比较简单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的8月15号的疫情 谁来轟炸台湾 有人说一本的吗 有没有 有没有说日本的有没有 你都很聪明 我有一些大学生 十几个十二个大学生 不是大学生 博士生 一个跟他开工 我给他问 我二次是谁来轟炸台湾 有七个 日本 你还不要笑 还不要笑 我表面 我是 我没有笑 我假装同意 为什么 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 我说 你有老婆老母吗 你有没有父母亲 你有没有祖父祖母 你回去问他 当时谁来轟炸台湾 是美国 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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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但是因为少年 台北国民党的帖 跟你教 抗战八年 来 我们来看看 八年抗战 对不对 中华民国蒋介石 在成都宣布 对日宣战 是什么时候 是1941年12月9号 对日宣布战争宣战 什么时候结束 1945年8月15号 多久 三年多 八年在哪里 八年在哪 八年在哪 不是 不是很大 他 中华民国创造历史 跟你骗 他怎么 哦 七七事变 1937年 有一个七七事变 卢沟桥 他为卢沟桥 自己选 这样说他选八年 过去 建政法 战争法很清楚 你两个国家战争 一定要 对方的国会宣布 我对你宣战 开始选 所以1941年 12月7号 日本突袭珍珠港 日本突袭珍珠港 12月8号 羅斯福在美国国会 向所有的国会议员 宣读 以后由国会 听懂啊 国会宣布 对日本作战 那一天才开始 所以真正的作战 是1941年12月8号 总统没有权力 没有权力宣战 是国会 第二天 12月9号 蒋介石 他说他宣布对日本的宣战 我去把它查历史 1941年12月9号 蒋介石的职位是什么 我哥的院员长 他是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那当时呢 主席什么人 林申 林申要宣布才有资格 行政院长哪有主意 不是他 自己骗的 你真的听有防难道有吗 不是我创造的 你去台中 中兴新村 有一个省政府博物馆 那天我去的时候 哇 我想 原件 里面还有电影 奇怪 他宣战啊 宣战有谁啊 林申宣战 你看呢 蒋介石只不过是其中的行政院院长 那蒋介石都功劳是他的 他又跟你说 我取消不平等条约 有啊 我小孩的时候哦 好崇拜哦 取消不平等条约呢 后来我现在不一样啊 全世界所有的条约都是不平等 对一个条约平等 你告诉我 战争以后 一定是战胜国 战有优势嘛 你战败国 听他宰歌嘛 怎么会平等条约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平等条约 你能够取消吗 啊 那要取消 马关条约你就取消了啦 所以 我们没有用战胜 我们从小孩开始 头脑不清 包括我啦 我们战胜不清啊 到现在我战胜很清楚啊 我退后一步 看整个世界的环境 我已经很清楚 不只一天这样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不条件投降 9月2号 在东京湾 签了一个 密苏里 建里面签了一个 日本的投降书 这个投降书签了的时候 谁代表日本 有个这个崇冠奎 今天那一张我没有拿上来 你帮我拿一下 崇冠奎 崇冠奎 我等一下把那个湯池 以日本的投降书 崇冠奎代表谁 听得清楚啊 崇冠奎代表日本天皇 还有日本政府 奇怪 日本都一个崇冠奎来签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原来啊 在这个地方 1895年4月17号 马关条约 日本人叫做下关条约 签的时候 有一句话 第一句话 大清大皇帝 还有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 签订马关条约 等一下给他们看看 马关条约的条文 你听到没有 是大清的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 签了马关条约 将台湾跟台湾周边群岛还有澎湖 完全割让给日本天皇 你看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在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为定立合约 第二条 将台湾集所有附属各岛居 这个附属各岛居啊 台湾周边的附属岛居有几个知道吗 36个 这36不是怎样就好呢 他在1895年的6月2号 办理交割高刀啦 我买给你家 你来的时候 谢谢 我买给你 要给你高刀 你就要来我们家要来店 我这家家买给你 里面有碰衣有豆店 有什么东西 都给你点不清楚啊 你叫做交割啦 同样 大清帝国 将台湾跟台湾周边的岛屿跟澎湖 割让给日本天皇 我请问你 台湾跟台湾周边的群岛屿跟澎湖 属于谁的 日本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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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 我们所有台湾周边的什么 割让给日本 有没有 你模糊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 是二元的国家 两个头 有两个头 二元 第一个是日本天皇 日本的这个国家 我刚刚形容 给你知道 我日本天皇 我这四个大岛 本州 四国 九州 到北海道 四个地方 是日本天皇的 黄土 風土的土地 叫做黄土 他的所有权 但是日本風土 他历史以来 他没在自己管理 他就要交给什么人 以前是交给幕府将军 幕府将军 幕府将军 路边 变成民主法 一 他就在宣议后 让什么人管 总理首相 修上去管 所以首相有管辖权 日本天皇有所有权 还是日本的体制 所以台湾这个土地 交给日本天皇以后 定于他增加土地 增加了一块土地 叫做台湾 现在再来 这个问题很沉 台湾的问题很沉 所以你要听清楚 你要做笔记 我相信你的头脑没那么好 我就打得久了 你这样 听才会笑一笑 就算了 要做笔记 你如果做笔记 你去外面 外面都给你电 我没有骗你 每一个被你电 你想 台湾这个土地 是由大清帝国 割让给日本天皇 问题来了 为什么可以割让 是不是我打仗打输了 我什么土地都可以割让 万国公华里面很清楚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割让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能割让 因为台湾这块土地 是大清帝国的 不是殖民地 拓殖地 什么叫拓殖地 就是说 清朝有派人来台湾 你看 右边没有去 你看 这个有绿色的部分 有六个屯垢区 清朝有六个屯垢区 它只有六个屯垢区 你是大清皇帝 他才有管辖权 右边是原住民的土地 所以 这个大清帝国 这中国人 嘻笑 敢挂给人 割给日本天皇以后 所以日本天皇 他就剃帮 他进到台湾以后 原住民反抗 你看 你是义主啊 所以原住民 刚开始 他就不反对日本 是反对他这一点 我在这里生活的好好的 你干嘛 你是义主啊 所以那个赛德克巴莱 那片子你们去看吗 有看的牙齿吗 有人有去看的 都没你看 你们原住民看啊 上校要看啊 这不是知道要看啊 因为他的那个 整个的内容啊 好像是我写的编剧 我没有骗你 我曾经说几篇 失落的 失落的台湾 在这里就寫 原住民的报告 就是这个报告 所以原住民反抗 原住民反抗以后 日本政府照起来 他开了一个国际会议 这个国际会议 因为理先就是美国的 美国的一个 厦门的大事 领事 因为美国跟印第安人 有斗争的经验 开这个国际会议 原住民是没有一个主 没有主权啊 所以你只要讨伐他 你只要去征服他 可以 可以 所以经过十年 日本把全台湾打通了 用警察 用部队把它打通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啊 所以日本才是 四百年来 头一次建构了台湾的主权 就是这样 建构了台湾主权一摇 在1922年的2月22号 有一个财经学定 这个财经学定 在 华盛顿 财经学定的第十九条条约里面 认定台湾澎湖是属于日本的土地 很早 1922年 我过来 国公都回来 大清帝国 将台湾澎湖 割让给日本天皇 这句话 前天啊 文家宝啊 证实 你那看电视不知道怎么看 我不知道 我看电视我是一个字 仔细的听 文家宝说一句话 自从台湾被割让以后 你中国一天到晚都在讲说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文家宝呢 记者会讲的 自从台湾被割让以后 中国人没有办法来台湾 他自己讲的 什么叫割让 让的意思是什么 全部给人家了嘛 所以 文家宝自己 事实上我老早就知道 中国早晚会承认 他跟台湾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里面拍手 已经没有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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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让啊 我这家家已经没给你了 管理就是你的啊 你们家要做什么 你们要买掉 要收掉 都你们的事情了 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 一点都没有关系 国公都回来 大清帝国 将台湾 割让给 日本天皇 不敢说日本呢 日本天皇 究竟那和平条约 第二条V 上面怎么讲 日本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这个Right O A L L 后面这个Right 不加S Title 没有加S Claim 也没有加S 标识 说 管理的一部分而已嘛 所以 日本的吉田茂 收修胸 他说什么 1963年 他有下一本帖 叫做The War in Japan 世界跟日本 1366年 他说 日本政府 没有放弃 台湾的主权 我们只是放弃 台湾的主权 权利而已 这是什么 日本政府 现在说 日本政府 只有放弃 台湾的管辖权 而已 而且日本政府 没有单独 说明台湾 台湾地位的立场 为什么 美国才有嘛 美国的23条 所以 今天台湾 要是美国 軍事政府 占領中 所以 你不用烦恶 中国要怎么 他絕對不会 怎么 他会跟你 你很害怕而已 中国一天 他要恐吓你 我武器对着你 真的啊 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 你没有以前来的 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不算很厉害 中午一天 会变成126起 现在中国 中国 其实 中国 我去研究战争法 中国 已经下令 差不多两年前 已经下令 叫南京军区的司令委 率领86位的国际学者 用武汉大学为中心 去研究战争法 而且出了一本书 武汉大学 你如果去买 你不一定买得到 内容啊 有关战争法 这个内容 跟我所讲的 一模一样 我不敢说 但是 但是他只有缺一个部分 台湾他不敢写 但是我跟你说 我已经看到网路上 有一百多位 中国的学者说 于情 于理 于法 台湾已经跟中国无关了 你拍一首啦 现在的政府 流氓政府 好啦 等一再来说 我会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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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 现在挂给日本 天皇 挂给日本天皇 再来 一百九五年六月催日 恒滨丸 离基隆的外海 李鸿章的二儿子叫李经芳 跟日本派在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 叫做华山之祭 在恒滨丸上面办理交割 交割三天 是哪 三出六个岛 一个一个点 这里面有包括 钓鱼台 那一笨 这个笨蛋 他怎么讲 他的课本上面讲说 1895年1月 因为钓鱼台是没有人的土地 所以他宣布 日本在上面 把它占领 但是二月份 大清帝国说 不对 我很早以前 我们中国人 就已经在上面登陆了 所以你这个宣布不算 两个人吵来吵去 所以前天那些人来 我跟你说 你来那里 你跟他说1895年 4月17号的下关条约 马关条约 上面清清楚楚 第二条 钓鱼台 已经割给我日本了 所以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去年找我去两次 请我吃饭 但是他请我吃饭 我没想到他吃 我怕他把我偷袭 我叫他先吃 他先吃 我跟他讲说 一般问说 欸 尖卡库到底是谁 尖卡库就是日本话的 钓鱼台 是谁的 我可以跟你讲 但是你要听清楚 你不能跟他听一般 我说尖卡库 钓鱼台 是台湾的 台湾是日本的 所以钓鱼台是谁的 日本的 你一定会说台湾是日本的 理由在哪里 很多事情不是说我说就算是 我看到一只面子 那只面子是我的 就我的 靠那些事情 没有啦 你拿出证据啊 你有什么行造啊 什么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不能说只有这样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最重要的是法理 我每一件事情都是法理 我绝对没有用感情 我一点感情都不谈 法理 来 过来 日本天皇 拥有台湾这一块 多出来的土地 那个是叫做什么 灵油啦 灵就是 灵油啦 对台湾这个土地 灵油土地 灵油土地 他总要对台湾这个土地来处理 这灵油土地 因为是殖民地 拓殖地 所以才可以割让 如果台湾是 清朝的固有领土 对不起 不能割让 这里面有例子 有 下官条约 马官条约里面 原来是把辽东半岛 割让给日本政府 后来三个国家出来反对 意大利 德国 美国 为什么 他都等一等 万国公法上面有规定很清楚 辽东半岛是大清的固有领土 不能割让 这是国际法规定的 所以 日本很不甘愿 但是没办法 只有像辽东半岛 还定一个客户 选给中国 但是他说 你没在买我三千万年 银两 中国富豪 台湾是殖民地 是拓殖地 所以可以割让 世界有这种例子 有 1898年 美国跟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战书 1899年巴黎合约 将波多黎各 管斗古巴 跟富士兵 割让给美国 这四个地方都是什么 殖民地 所以可以割让 你们在脑海里面要越来越清楚 这是殖民地 殖民地 才可以割让 现在美国说回哪儿 北海道 河开道 河开道是谁在居住 是艾奴族 本来北海道是日本的殖民地 但是现在 北海道已经变成日本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他是怎么改变的 国际华有规定 第一个 他必须要在殖民地的地方 才实行黄民化 什么叫黄民化 让北海道的艾奴族 会讲日本话 更改他们的姓名为日本的姓 然后 天皇在北海道实施日本的宪法 因为实施了宪法 而且北海道的这些日本人 可以当兵 可以参加政治 可以参政权 有参政权跟参战权 这样北海道就已经按照万国公法里面的规定 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台湾日本也这样做 1937年 日本在台湾实施黄民化 让台湾人 改成日本的姓名 然后 到1945年4月1号 那一天 日本政府 日本的天皇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实施 他公布一个招书 实施日本的宪法 全面实施 同时 给台湾人 参政权跟参战权 意味台湾人有参政权跟参战 什么叫参战 这个参战很要紧哦 参战就是 说明了什么 台湾人从那个时候 台湾人有效忠的对象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台湾人有国家 那个时候 有国籍 1945年4月1号 有人会说 8月4号的日本就投行 4月1号 离非建政这么紧 他那个招书啊 不算数啦 我跟他说 很简单 你转去问你母子看看 早我跟你母子早结婚 今天你说要没真选 你母子如果没给你打 我随着你 怎么会不算呢 这个招书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呢 从那一天开始 台湾人已经变成日本人 台湾这块土地 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要跟你中国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怎么 在去年12月20 我们有150个台湾民政府的同志 去日本 建国神社 去参拜 那里面有39,100名的台湾人的灵魂 12月23号 我们去向日本天皇祝寿 在祝寿的时候 日本天皇的那个皇宫啊 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 在那里面有日本的国旗以外 台湾民政府的旗子 在那里出现 你看 在日本天皇30公秋而已 这是破纪录的 这是破纪录的 我告诉你说 夜神 从我们在日本 要让日本天皇的 日本 拿一些皇宫给他 当然我们很疑问 那日本天皇 你们都想象不到 对日本天皇 要是非常尊称的 用毛病 明石跟你們說 不用啦 天空從幼稚園開始 跟大學都跟我同學 我每個禮拜都會去 我拿來就好了 拿給我看 所以我們那天23號 要去房公的時候 第一道關口 那個圖仔面的警察說 不可以 除了日本國旗外 你們這個旗子不能帶 但是到第二個關口 房公裡面卡電話 跟警察說 他們可以帶 所以 我們的總理 用走的 那個旗子沒了 比較快 一向一旗 還對 你有沒有旗 你有沒有看 我在說的都屬身了 對不對 我不是亂說的 再來 你知道嗎 讓我們在日本天皇的頭前 這有經過的安排 他要跟日本天皇祝壽 在外面很冷的 排了一天一夜 我們五隻最新的伊朗馬祝 九尾 我們 我們 我們沒有排隊 給我們一面 那一面的 那一面的順序又如何 到那個 你要靠近的時候 把我們收拾 有的人都奇怪 因為我們不是日本人 所以幫我們擋在那裡 其實不是 他讓那個日本人先走 走到 因為走到 他在一個廣場 一直走到前面 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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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站在日本天皇的前面 那你不用拍手了 你都聽到都傻了 拜託 我們去跟日本天皇講了以後 這裏都有人 有攝影給你們看 你有沒有看 我又跟你說 我們去靖國神社拜的時候 吼 吼 吼 本人要去靖國神社的隊裡面 都不可能 只要一百五十個人 進到日本靖國神社的隊裡面 同時原住民 去那裡跳舞 跳勇士舞 穿著原住民的衣服 各位 這是何等的光榮 我們去跟日本天皇 祭拜 跟日本天皇祝福 有我們的目的 你知道嗎 我們有目的 我們有什麼目的 你不一定想得對 我們有什麼目的 因為 我們去跟日本天皇講 你日本政府放棄 但是 一九五年年十一月十六號 聯合國有說 在市場 還沒有給我們台灣主題 但是要給我們台灣主題 要什麼人統議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人 日本天皇 日本人去管轄權 所以 我們去日本台 祝福的時候 我一直說 我們一樣要一個鏡頭 所以日本天皇 對著我們的機子 把你們揮揮揮手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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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天皇 這邊有說 我同意 我同意 但我們沒聽到 但是我跟他表情 說他已經同意了 所以 又過去了 我們要跟美國說 日本天皇 已經同意了 我台灣要主題 所以 台灣 講實在 如果要建國 要怎麼建國 日本政府 就要定一個法律 憲法 有一個分離條款 但是 我跟你說 不可能定分離條款 但是因為建政的關係 就這段和平條約 第一條 他說什麼 這段和平條約 第一條就是 就是說 日本天皇 已經沒有管轄權 沒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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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已經讓日本人民所 組織的政府 有管理 所以 日本天皇 跟日本的政府 切斷了 但是你不能忘記 日本天皇 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有沒有切斷 還沒有 你沒聽到美國說 還是麥克拉斯說 日本天皇的憲法不算 沒有 所以日本的憲法裡面 有一個法律第34條 跟法律193條 他說台灣 總督 可以派三名的參議員 五名的眾議員 去參加日本國會 這有效 所以 兩個月前 日本的 外務生派人來跟我們在談判的時候 我拿給我看 我請問 這有效嗎 你看看 有啊 日本天皇的憲法在上面 有效 我拿法律 34條 跟法律193條 我看 這有效嗎 日本天皇的憲法在上面 有效 到今天沒有廢紙 我問問 問題來了 真的問題來了 台灣民政府 如果經過美國 當然 我們要派三名的參議員 五名的眾議員 去參加日本的國會 你不用派三名嗎 你不用派三名嗎 我知道 你們不派三名 所以你們不派三名 你如果要派三名 你就不派三名 所以你可以鼓勵 你的孩子 要託一本 我跟你說 機會很大 因為你是二、六十次 照白 按照排隊 所以你來收拾 越早越好 你奇怪 如果沒有收拾 可以 我跟你說 不行 像我說不行 美國總有一天 要跟我們談判 日本也總有一天 要跟我們談判 包括媽研究 也要跟我們談判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要賣 美國四千名 我們要賣 我們這個政權 我們不想 中華民國拿 我們不想拿 美國軍事政務 USMG鐵 所以我有一批文章 你一定要去看 台灣民政會官網 現在頭一批 那批我放一個月 就是民治政府 Civil government 這個Civil government 是委嘴發聲的 你一定要去討 我跟你說 我二記 說得清清楚楚楚 民政當局 你看這批 我跟你說 我跟你保證 絕對台灣 這個國際法 沒有一個 我就寫出來 我用心 因為都英文 我把它變成漢文 甚至也開始把它變成日文 所以我跟他說 我是怎麼說 現在和美國的國務院 日本的外務生 就要派人來跟我們討論 因為我有研究 我可以跟你說 不是你臭屁 我們說的理論 我們說的論述 絕對一百分之一百 全世界一定叫這條 下去走 你在拍手 你很認真 勇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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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 現在美國國防部也沒有我們的法度 我說在美國 我們現在已經跟美國說 你當時在證明劉球 你有法在美國軍事政府的 旅行證件TRABLE DOCUMENT 給劉球的人 我台灣怎麼沒有 你跟上和平條23條說你今天軍事政府 佔領台灣 是中華民國代替你美軍來佔領 所以我跟妳說 中華民國有一天一定會離開 我跟妳保證 絕對要離開 我們只有這條而已 妳媽媽都驚妳教她 我再跟妳說一次 妳不能歸莫中華民國 絕對不能 這個渣完一定會繼續 我跟妳說 只有妳不知道而已 現在外面這些台灣人 傻傻 推推 妳如果聽我講過的妳就知道 啊 要歐死完了 甚至有的人說 中華民國不要把它推翻 有人怎麼說呢 妳今天來上課 我相信妳都沒有主力嗎 有個媽媽會跟你說 妳不能去啦 她叫她撐去啦 我跟妳說 要撐喔 老早我先撐她死了 26期耶 兩禮拜一季呢 一年多了耶 季子刮到那大季 啊沒事情了啦 什麼不在法蓮喔 朋友也有啊 是像金毛媽說有母娘 那不是我們的土地啊 所以妳要看喔 西拉蕊 去年的十月三十月有說啊 南海這個地區包括台灣 要用國際法來改冠 不是在中國用歷史 就能來改冠 No 法例來改冠 這是什麼的 說我們這條啦 西拉蕊當時要說南海的時候啊 有要求我 什麼南海論述 的那個論文 我也很會啊 歐巴馬也照用啊 南海是誰的 南海所謂的南海是什麼 西沙群島跟南沙群島 日本在1939年3月19號 已經給他選擇說 那是屬於日本台灣的高雄州 已經放全世界公告了 同時西沙群島跟南沙群島 把它改名字叫做新南群島 所以全部都有命名 現在美國叫日本去越南 美國叫日本去馬來西亞 美國叫日本去跟菲律賓談 南海的事情 南海的所有權的事情 我請問呢 日本為什麼有資格 日本離南海那麼遠 他為什麼有資格 今天如果台灣不是日本的 因為南海是屬於高雄的 高雄是屬於台灣的 台灣是屬於日本的 所以日本才有權利 去談南海的問題啊 台灣人不要看 所以只有美國知道 日本知道 日本只有那些官材的知道 國民黨的官材的都知道 甚至和中國就知道 中國發表什麼 台灣為什麼不出來爭取南海 中國就要這樣說 我們中國國民黨的推壓民 包括民進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 都推推推的 因為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他怕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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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的東中第一條 是說什麼 我們叫做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要是喔 我們如果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然民進黨在拚什麼 你拚什麼 日本政府 已經說這麼清楚了 我台灣並沒有交給你中國 也沒有辦法交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割讓 這麼簡單的法律 最實 這都不知道嗎 當然也知道 那是你們現在要說知道 你上課之後都知道 因為黨都知道 好 很好加油 台灣這個土地 包括南海 包括尖角 我跟你說 日本要改革北方四島 北方四島現在的法理地位是什麼 日蜀二戰 台灣的法理地位是什麼 日蜀美戰 你看 所以日本要改革北方四島 我告訴你 你要先改革台灣 你如果要改革台灣 你這裡要改革 蘇聯 俄羅斯 俄羅斯也有派到這裡來訪問 派兩個人來訪問 訪問後 聽到嚇到 他跟我說 欸 你這個論述 不要跟日本講啊 我這句話 我跟塞兜說的 塞兜才會去發表 台灣地位位定 啊 吐一個衣服 叫他趕回去 我害他 所以 但是他現在回去要 現在退休了 退休要兩三年 他日本政府幾年說 兩年以後 他才可以出國 我等他兩三年以後 還要請他來台灣 跟我們演講 他怎麼跟我說 我怎麼說很久 就不好意思 他說 Roger 他叫我Roger Roger 不簡單 你這個論述很棒 你是台灣的國寶 等一下 我沒那麼老 我國寶都是很老的 海角七號 國寶翹起來 我問你千萬不要叫我國寶 我不是國寶 我不是國寶 好 所以你要知道 台灣這個土地 日本外部姓 日本的東京外國語大學 他跟我說 他說 他說 我問台灣是不是殖民地 他說 對啊 他說 台灣以前是殖民地 1945年4月1號以前是殖民地 1945年4月1號以後 已經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真的跟他問說 韓國呢 我說韓國是殖民地 你問為什麼 因為韓國的皇帝跟日本天皇簽了一個叫做併和條款 所謂的併和條款 所謂的併和條款 就是韓國的政府擁有主權 但是把管轄權交給日本天皇 因此在既既旦和平條約第二條A裡面 日本只要把管轄權還給朝鮮以後 朝鮮就可以宣佈獨立 我很簡單啊 你是在讀什麼 他說 林先生 我們日本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說你們的問題出在你們不懂英文 你不能說他不懂咧 我們也不懂咧 我問你咧 這裡年輕人 這裡都年輕人 大家都有讀過英文 The people of Taiwan 怎麼翻譯 The people of Taiwan 沒有啦 他這不太太過分了 他現在都成功了 我問那不太太過分了 你要 The people of Taiwan 什麼 你怎麼知道 好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我告訴你 這美國緊張 但是剛才我沒辦法 我比國更緊張 美共喔 上海公報 就這個和平條的家 說的 台灣人是什麼 The people of Taiwan 但是台灣關係法 裡面說的台灣人是什麼 The people on Taiwan 夭壽喔 The people on Taiwan 你如果要把他翻譯 變成什麼 台灣人嘛 The people of Taiwan 台灣人 包括 每一年 阿扁總統動算的時候 他的賀電 跟馬英雄的賀電 The people of Taiwan 和The people of Taiwan 都在上面 同時出現 你看 在美國有緊張 他在騙台灣人 不知道嗎 說你日本人喔 那個翻譯 一塌糊塗啦 黑白翻啦 Renounce 放棄 只有這個放棄英文喔 有五六種不一樣的依然 放棄以後再收回 還是放棄永遠放棄 還是放棄以後有條件的收回 在英文裡面都不一樣啦 你說你爛糊 你台灣人爛糊 所以很多國際法 特一半而已 所以我告訴你 你最過我的口 你聽好跟國際法的那些 專家搶聲 我告訴你 他絕對不是你的對手 台灣關係法裡面 The people on Taiwan 是什麼法 就是標示說 本土台灣人 加上 從中國流亡到台灣的那些中國人 合起來 叫做The people on Taiwan 所以台灣關係法 我主張廢棄 因為他在保護中國人 你新的東西 你不一定聽到 台灣關係法裡面 他怎麼可以賣武器 他裡面有一句叫做 Make Available 其實Make Available 上面是Sale 出售 美國 美國可以出售武器 就是要開菜單 開訂單 讓 台灣當局 去挑選 我跟美國說 你也不能這麼優秀 你賣武器給中華民國 我台灣人6錢 這算什麼 所以我說 我台灣民眾 這條政權 你過去這幾年 收到賣武器 你錢都要秘書 我告訴你 因為 你跟金山河平條 23條 你美國是台灣的軍事 這麼多 你這佔領地 你怎麼可以在佔領地 賣武器 這算什麼 同時你不可以叫我當兵 美國也沒有叫伊拉克當兵 沒有啊 你沒有叫琉球當兵 為什麼獨獨台灣當兵 這筆很大筆 那做過兵的 你爸爸要等 現在別說 現在先都別說 絕對要把他打的 他現在 如果他知道太多 他把他打的 他再給你付款 給你購款 行李的時候 夭壽 一間都要把他拖拖回去 現在別說 現在 點點 叫我們民進府 當然 我們中壢 我們參議員 我們內閣 會開花 怎麼走 你都對你走就對了 所以我剛才說 剛才後來很好去 我沒有在騙 你看 主張 我們告美國以後 現在中華民國 選擇我們不用做兵了 2014年 不用做兵 中國不是 一千多顆飛彈 對準台灣有沒有 這麼嚴肅 怎麼不用做兵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不用當兵 那部隊 所謂的中華民國的國軍 那個將領說 這樣太危險了 不當兵 為什麼 你佔領地 怎麼可以叫我當兵 你叫我當兵 我要效忠誰 剛才我告訴你 你要效忠誰 美國的判決說台灣人無國籍啊 我們沒有人可以效忠啊 但是你 你是中華民國 你效忠中華民國呢 現在喔 他真的 他真的 中國國民都會幫你 幫你拐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要夭壽咯 這台灣人 摘到賣去 灰的地方就是一點 中華民國跟台灣 扯不開啦 你要把中華民國跟台灣 完全撤開 今天你台灣人就有救了 蔡總理說 哦 就要給台灣人 農中覺醒 我跟你說 不用 四千人 覺醒就好了 四千人在這裡受完訓 我就跟美國說 我們準備好了 所以 您在這裡上課 第一期官員 但是我先跟你說 如果你敢貪污 一定槍斃 我先跟你說 絕對槍斃喔 各位 台灣要走出去 台灣人要有自己的尊嚴 台灣人要有自己的國家 當然不是國家 我們的國家是日本 但是因為 戰爭以後的第一條B 第一條 就這樣和平條約的第一條 已經把日本天皇跟日本的政府切開了 但是日本天皇跟台灣 還沒有切開 所以美國怕 美國現在很怕爛 所以 不管 外面現在很多人在看 你們看得到 網路上要求我 我二十大罪狀 說我騙子 什麼意思呢 美術那是絕對不對 那不用說 我想說 我有說騙子 我在網店 我有問人說 他說 秘書長 人家說你騙子是對 怎麼會對 用騙怎麼寫 便加碼 這個紙是什麼意思 孔子 孟子 孟子 什麼紙 那紙是都大 你騙子是 阿扁又加 麥英九 你扁又加大 所以叫騙子 欸 我想想 有一點 有一點 味道 我就坦然 OK 我叫騙子 我給你們騙什麼 我有 給你們募款嗎 沒有 你給五千塊 不是給台灣民政府 那五千塊是什麼 你在這裡大 在這裡吃 民宿 民宿 住 三天兩夜 吃十噸 五千塊 剛好而已 我跟你說 我 我去屏東 一夜 一萬六 我給他打對著八千 我們三個人 客一間 還沒人吃 我設備 我們這裡不會比 比較壞 那是民宿的費用 我們要感謝 郵先生 真的要感謝他 如果不是他幫我們支持 這本來都是邦經 他自己說掉 那人說要給我們 我不敢說 說什麼人要給他報 他自己說 掉不去 要給他拍手 沒有人想說 你給五千塊 好啊 夭壽 在民政府才知道 油洗洗 我跟你說 我 蔡吉原 我們這裡所有的 包括郵衛台東 每禮拜你坐車來 我們都一樣 你給五千塊 我給三千 我沒有人爬這裡 我睡得很快 我也睡得很快 你那裡有的人 女人都有空 睡得很快 我睡得很快 我睡得很快 我睡得多久 你知道嗎 二六六幾乘以二 睡得每一期都兩天 原住民六幾 大學生四幾 睡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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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來 不要扯得太遠 美國人不能叫我們做兵 我跟美國說 我台灣民政府現在已經成立了 是怎麼成立 因為2006年10月24號控告美國 2009年4月7號最高法院 從高等法院 Denay 就是代審 代審裡面是說回復到高等法院的判決 判決有五點 第一點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點台灣人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第三點 台灣人民生活在政治戀利 第四點到今天為止 仍然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 第五點 美國行政單位要主動協助 政府原告 所以 20010年的時候 7月4號 美國政府幫忙我們台灣民政府在 華盛頓DC設立辦公室 9月8號 讓我們在四季飯店成立一個酒會 台灣民政府是在2008年2月2號 在台北成立 同時向194個國家 宣告我們已經成立了 日本政府一直到2011年的5月8號 我們去日本在台協會跟美國的交流協會 給他成立請願書 5月8號他給我們回 第一句話叫台灣民政府 他雖然不跟你講 可是在文件裡面已經告訴你 我承認 這就是為什麼 中華民國不敢跟我們 所以你來這裡參加 前幾年也有人去跟我們檢查 內政府有一個回憾 台灣民政府不是非法組織 他不跟我們合法 不是非法組織 這是按照國際法成立的 美國的行政單位要幫忙我們 所以在2011年的時候 11月8號 11月6號 幫忙台灣民政府成立 民政府的內閣跟參議會 接著六個州全部成立 還有原住民一個特別行政州 接著下來六個州 包括原住民的州的內閣跟參議會 參議院跟參議會分別成立 所以我們後來有高級行政班跟高級參議員班 在這裡受訓 有400位學員接受訓練 現在已經全部這些學員都在內閣跟參議會裡面當我們的議員 當然在座可能要等到差不多半年以後 因為過去我們要做的是 郡守跟市長 現在你們受完訓以後 將來要去擔任郡守跟市長的時候 還要再參加我們的高級班 不是說你這樣來三天 回去就能做官 不太簡單 他再進一步 要去理解所有的狀況 因為 哪一天美國一定會跟我們談判 後面美國說 美國 華盛頓DC成立酒會辦事的時候 好 我會跟他講 我沒去 我為什麼沒有去 我沒有護照 美國一笑 美國在笑 因為我跟他說 我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不願意申請中華民國護照 其他人都可以申請 我代表國威 我不會申請 要好嗎 好 好 你也頒心 我不會申請你們好 南美國有跟我說 他說這樣子 我們用自信機幫你照 好 所以 我們的費管的後面 現在創一個直升機的 停止坪 當然 上面都落後 沒辦法去圍 叫我們經緯度 告訴美國 第一次 第一次 他現在跟你邀請說五位 本來是 我們本來跟總理 有派五位 但是美國說 你沒有來不行 其實我本來是說 我不要去 那五位去 說一說 他如果不好意思去 回來我說 這個我不同意 重新講 他現在很聰明 你要來 叫我愛去 我看喔 這聲音也走不去 那來就來了 對不對 你要背 我相信這個是很短的時間來 會發生的事情 但我們四平名的 受訓的人員到今天還沒有 還不到2000名 我們還欠2000名 你穿的一支都四五十個 我會睡覺的 我不會騙 當然啦 有那個 那個 台灣的本土牌 我如果說 我們來合作啊 我們怎麼合作 那個本土牌 朋友會有跟他說 我有十六萬人啊 要是我們請完 還要夾到那裡就沒了 這樣 建國黨就是 這樣叫民進黨消費 一次 幫你加一千個 做費完 那費費要多少 一百二十萬 一千個人 錢票馬上開給你 過一個月 一千個人投票 聯署開會 重新投票 所謂主管 完了 好家在 台灣民政府的頂頭上司是什麼人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 台灣民政府沒有投票這個東西啦 只要台灣民政府做了決定 報情美國 同意就可以了啦 這不一樣的做法 所以 我們這個組織 不可能 什麼民主選舉啦 我們是屬於 軍事政府啦 你聽到沒有 我們是軍事政府 佔領下 所以到今天為止 所有 決定的 只要美國說 Yes 我們就照做 這就是 USMG管轄下的 台灣民政府 這個台灣民政府 政府 就是我現在在那裡說的 民治政府 所以這個民治政府 這批文書 我要把它放一個月 我在座國圍 你們今天 明天後來回家裡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一定要去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去註冊 每一個都要去註冊 你廟 旁路的你走去玩 看看 好啦 你們就好生嗎 有啊 好生可以幫你註冊 對嗎 嗯 甚至好生也 煮錢去就好了 可以啊 也要來上課 所以 要記得喔 你如果回去一定要去註冊 因為很多 後來 因為現在全台灣這麼大 我們要通知啊 只要電話卡四個 我跟你說 兩千個要怎麼卡電話 沒辦法卡 我如果要什麼公佈 在這個網上 撲起來公佈 大家都看到 不可以 一天一天不在卡電話 所以你一定要去這個網站去看 我們台灣民進會三個主張 第一 遵守國際法 第二 不使用暴力或者武力 第三 對中國一民政權啊 推動的事務啊 不合作也不配合 我跟你說 今年12月31日 我們民進會舉行忘年會 舉行忘年會以前 我們就已經跟各位說 不可以去投票 為什麼不可以去投票 你如果去投票是你 政家中華民國 政權的生命 你如果台灣人有辦法 投票率 會百分之五十以下 以下喔 我告訴你 美國就要進來 美國 如果進來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就結束 但是呢 中國 國民黨也很頭腦很好 他給你選舉 不是只給你選舉而已 他又用選舉 幫你合選 怎麼合選 全世界沒有這種制度 去選舉的人 一票三十塊 剩贏 六百零九萬 一票三十塊 多少 一億八千萬 你叫他賣賺 他絕對賺賺 他絕對賺賺 去投票的人 不怕六甲的費用 就還給他錢 最多的台灣人 你有收過嗎 你是不是須選 還給他三十塊有嗎 有嗎 有 有 不是沒辦法 你可以記著選舉啊 賣賺 賣賺啊 沒有不對啊 就是這樣啊 現在你如果賣賺 民進黨就跟你說了 夭壽 你那個共產黨 賣賺了 你如果沒有賺 中國人就都 賺掉了 美國十二月三十月 跟我說叫我選保 賣賺 絕對總算 二千贏 賺英文 八十萬票 我那天你選保 我相信 有很多人 就輸了 在跟我說 回去喔 有人要這樣罵 林 林秘書長 都沒有看這個局勢 媽 這個蔡英文的局勢這麼好 一定贏的啦 他會漏氣啦 結果算得怎樣 八十萬 贏贏贏 一票就不減 美國的CIA CIA有兩千名在台灣裡面啊 在各個階層裡面啊 講到這個事情 我再說給你聽 美國有的事情 我相信 我相信在座 一半以上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美國有 我給你保證 他一定會討過 國民黨去西隆 民進黨 跟台南去反對 你看 最近公佈的 台灣的豬 台灣的雞 台灣的鴨 台灣的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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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裡面吃牛肉的幾個人 美軍現在一隻鵝 都吃萬人 這個吃萬人要吃牛肉 你如果不能吃牛肉 如果真的鵝 台灣的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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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牛肉怎麼不能吃 他要主要的製造反美 他要主要的製造反美 台南的民進黨還反對 然後美國越來越拆 美國不再美國這樣說 我們絕對不會 讓民進黨啊 執政啊 萬人在這 你看那個馬蟹 那個手機有沒有 我三禮拜前我就說過 烤打怎麼這麼嚴重 烤打就是 上去发年 要给你发阔 最多是给你发阔了 发阔了 你看 连帅 迷帖 整星期发阔 反日 反对日本 为什么反对日本 南下的 我告诉你 香港 电视台北京大学的一个孔庆东 他出来说什么 香港人不是人 香港人不是人 台湾人更不是人 甚至有一小撮 跑去日本 要跟日本统一 那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们去日本150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说话 中华民国也没说话 现在中华民国对我们台湾 封锁 他也没跟你说 也没跟你说 也没跟你说 封锁 我去跟他说 一天一点前够 三个月没病 就我随着你 最后他说好 主持人是什么人 林志森 No 他不是在怕 我不是在怕什么 所以他不是林志仁 你不要说林志玲 林志玲 那我的手 那不是啊 我没跟你说 我跟他说 他不是在怕 我怕啥 所以他现在要跟你放射 我们这个论書放射 所以我们这个论書 就要考 我们受过分的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 比较厚的 你普通是哪里厚厚厚 你重厚厚厚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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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你一只来 我跟他说 你要怎么说 我跟他说 你去看这个网站 台湾民政会的官网 看了 另外你不要买菜 新台湾论 你一定要买 那一份是一千块 九百块你一定要买 你喔 平壤卖家 分卖家 就有啊 减买一档 就有了 那本菜 非常地要紧 要看 你不知道 听着笑笑 就要刷 你如果看那本菜 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从里面找到答案 现在再说就回来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就是不能夸给人 台湾已经是变成一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能夸 但是你建签失败的要 你要怎么 要有人负责啊 所以那时候杜勒斯去找日本的天皇 日本天皇跟他说 我 不是要负责 是我们的政府 东条英姬要求要宣战 所以 后面同盟国说 这样好 这样当条英姬判失败 但是日本天皇没有处分 所以 马冠条要里面 说台湾这个土地和周边群岛 挂给日本的天皇 但是 古今山和平条的第二条 日本政府放弃 台湾的管辖权 现在过来就是什么 美国跟我说 过来就是你们台湾民政府 台湾要怎么走 你们台湾民政府要怎么走 我们要跟他建议 向美国建议怎么走 我们现在就跟他建议说 很简单嘛 你把中华民国拿走嘛 所以他现在向中华民国的部队 武力取消 因为你取消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那个logo 部队那个logo 那些车帘有吗 现在都插黑的 部队那些logo都拿着 今年的十月七十 他所谓的阅兵 你们也有注意 所谓的建车 所谓的飞机 上面都没有 但是要有一部分 因为时间是跟今年的六月三十 所以他有的要再跌 但六月三十 我给你保证 全都拿着 如果好大 他再给我一个空 我就告美国 但是我跟你说 他都拿着 这标是什么意思 台湾人不用作兵 台湾人没有武器 你看 最近一个武器 中华民国所谓的国军 开始跟那边在通 你知道 那个 那个叫雷达机 雷达预警机 有四处有吗 美国都收回 你现在感觉 雷达预警机有吗 上面一个 一个 都收回 舰车 M448 一大部分 美国收回 你说 哎呀 台湾没武器 不用烦恼 按照 战争里面的占领法 美国要进来 台湾来保护 我们要做兵 我们要做兵 我跟你说 你如果听我了 你就知道 台湾后拜 不用自己去做兵 不用买武器 你说台湾看的 多好业就好 还说 不用凉水 这之前我来的規定 咱们是什么FTA 什么外国A 不用 台湾本来去美国 拿东西去买美国 你不能给他缺水 我是你的占领区 跟博多利国同样 你就要办法律的人 来到美国抢 这会贏他 看着台湾这一堆蜜蜜 不知道半方 像台湾要什么 我告诉你 如果这样听起来 你就知道 台湾怎么要健康 你如果健康 是10厘的 你如果我都日本 我都美国 一厘的 我没有跟你骗 绝对一厘的 日本吃什么 我们一定有什么好吃 美国吃什么 我们就有什么好吃 美国的老年年金 八千 八百块 到一千两百块美金 我们一千块就好 他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哪有到我们的 黑鱼上 在那担心什么 黑鱼上也有 对啦 所以我有想想 我老年年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最爱政策 啊 如果年年 可能要再没有 各位 我们台湾 哪尊 哪尊 驾向主题 就好 台湾要自治 本来喔 我们是用建国学院 我想一想 本来建国学院 我就先说过 建国学院喔 是外面的人来看 送 喔 要建国 如果这些主题 外面的人看不见 所以我们在开花 这样啦 向外面的时候 我们就说 建国学院 那我们自己 就自治学院 自治学院 影响到 台湾人的 权利 不 自治学院 不用做兵 不用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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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买武器 是一定的 我问你呢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中华美国 现在用在台湾 这个堂上的基点 跟那个港口 跟不给我们钱 有没有 是怎样 我们很爱国 美国去用夏威夷 要付资金吗 夏威夷的收入 百分之五十是靠什么 观光 欧北共 资金啦 军事基地 美国去那边看 你军事基地 你要在台湾放基地 你要付资金 付我呢 我告诉你 莱欧现在就是要基地 AIT 你本来有415位 员工啦 我跟你说 到6月以后 全部50个啦 跟我说 哇你美国要撤退啊 不是要撤退 換人啦 換什么 換USMG 军事政府 一次台湾 在内湾啦 最少八百的啦 莱欧啦 莱欧啦 我跟你说 地下三层 原主板打不到 里面可以招建车 外面停机坪 我们这里也有停机坪 本来 AIT 的 员工啊 在美国的行政团围 分成五集啦 AIT的 这玩意 最后那集 五集的啦 没人要来台湾啦 现在大家都在搜索啦 一集的都在搜索啦 因为喔 如果在台湾 看有热乎空就对了 啊 你的民进党在搜索啦 在搜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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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台湾的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这个 这个 这个鸡肉 鸡肉 那毒素喔 比 美国牛喔 鸡两千杯啦 我们都不知道嘛 我跟你说 欧盟就好了 欧盟投票 说美国牛要去欧盟 可不可以 600票对11票 11票反对 600票 同意啦 不怪美国人 会跟你说 我全美国都在吃美国牛 只要你台湾不可以 什么意思 你政治操作啊 他要引起台湾人 反对美国啦 因为 反美国 美国人每天要吃肉 美国不可以 美国 美国的住在这里 他会不会 所以这后边 都有政治操作啊 你不要看 反对日本 政治操作啊 但是呢 他在政治操作 民政府也在政治操作 参议院 提出问题的 那个议员 小谷 那女子 他提出问题 那些问题 什么人给他 难给他 日本政府回答 你以后 我马上再来 一个文章 带国家上 他可以拿回 你再说 再说 再说 更容易 各位 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台湾 今天你来 在这里 想这个 主要的 原点在 因为你过去 不清楚嘛 你过去 从来 不会把中华民国 跟台湾 分开 你听好 台湾又 与 某某国家断交 对不对 当然不对啊 对 台湾从来没有跟人家建交 是中华民国 与某某国家断交 你看不懂 台湾退出联合国 对不对 不对嘛 为什么 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 是中华民国里面的蒋介石代表 被联合国踢出去了 很简单啊 所以你听到你 看得到台湾 拜托的 看得到台湾 拜托的 看得到中华民国去看看 川英文买到的原因在哪 九月份川英文去美国 他跟我们骗说 他去五角大厦有吗 美国的国防部跟我说 他没有到我们五角大厦 我们没有邀请他 他是去美国国会的办公室 国会办公室的主任 跟那个在跟他谈判的那一个人 那也跟他谈判 两个人跟蔡英文对话 蔡英文当时跟他说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美国很爽的 美国说好不容易你民进党已经动了 要邀请10月11日 在高雄劳工中心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有 美国 我告诉你 我记得 美国的国防部 回到我 骂三字经 他说 他一定落选 其实美国的西洋 不是说你帮忙 因为马英九 他没有踏到红线 他红线没有踏到 中华民国 他不敢去打红线 红山他没踏到 所以马英九 我告诉你 中国也不敢于他 所以 我们台湾人看不懂 你们看不懂 到底你这局 这局是你生事 都看不懂 但是你如果在这里 最后 我那本搜索 你看看 我跟你说 你清清楚楚 我没有跟你骗 很清楚 能够了解 在这 人来跟你说 你都没怎么回答 我说到这里 你中华民国 东西西叫迈克阿瑟 1945年9月2号的一般命令第一号 来台湾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 投降 投降 投降这两个字啊 在战争法里面没有意义 投降典礼是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 表示终战 No 投降以后还有可能发生战争 什么时候才叫做终战 就是和平条约生效的那一天 才是叫做终战 所以台湾的中战是什么时候 1952年4月28号 就现在和平条约生效日 那是中战 那中战以后 是不是军事政府 结束 没有结束 18 1853年 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 他说和平条约生效 不表示军事政府结束 军事政府要结束 一定要美国的参议会通过相关条纹 或者美国总统宣布 瞎问咧 美国总统今天有没有宣布 就今天和平条约 军事政府结束 没有 所以今天很清楚 还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 这么简单 我们说每一条都是照法论 什么叫做战争法 五个 五个 第一 海牙第四公约 日内瓦和平公约 红十字会有关战争部分的 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 美国最关法院的判例 还有一个 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 三千多条 FM27 我告诉你 跟这些东西都完不完 我不相信你只躺 我躺在很久 我算老躺 我没骗你 速度更快 所以我去赞行说 要躺理工科的人 来躺战争法 像躺理工科的人 来躺战争法 比较好 因为理工科的人 逻辑感 更清楚 如果躺文法上的 比较没有逻辑感 所以战争法这个东西 是大的国家 才有在研究 美国 法国 英国 苏联 这种国家才有在研究 中国是这两年 让我刺激后在研究 但是呢 我们台湾 都在研究 我们很弱小 我们很弱 我们如果不 我们后来又不可以买武器 要怎么保护我们自己 用万国公团 万国公团 是怎样有这个万国公团 唯着你不知道 是当年 荷兰要为西班牙 退出 本来以前的西班牙是海权国家 西班牙是全世界最强的海洋国家 你知道吗 荷兰是它的部分 荷兰为了要用它退出 荷兰有一个学者 去删 万国公团 这个真厉害 万国公团删下来后 法国人 教育社会 去研究 删出来 以后 美国人 再教法国社会 再删下 变成全世界通用的 law of nation 但是建政法里面是 只说进去 占领地 还出来 在那里要怎样 不信 所以我是 建议我们这些年轻的 同志和同心 你要去研究建政法 后来 我们不用做兵 用建政法 用万国公法 那我们可以来补给我们台湾 你看看 台湾如果可以说 不要买武器 只用法律来补给我们 何等的好 那些舒服啊 我常常你跟总理说 后来台湾民政府 这庄以后 冬布马上高师公里 要给他通 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 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都要担担政府 就可以交的地方 两点前来都会交 那没有城乡分别 所有的十部十部十八个以上 都有一场房子 我們18歲的政府就送給你 如果國體都通過的時候 你送你在哪裡都一樣 我要去住台東 空氣好啊 他在那邊才住在台北市 法蓮也好 法蓮也好 我知道你住法蓮 都一樣 你若然聰明你會問 秘書長啊 錢回到來 你會問錢回到來 不是美國啦 你都不記得 我剛才跟你們說過了 我們記憶就對了 祖金嘛 你不用買不起一年生 幾千年 我去家給你住怎麼不夠 不用繳稅啊 海關當然那時候一定要 金出口要有水啊 所以18歲以上的15歲 政府都送你一棟戶 當你家已經有三間不可以了 一棟啦 什麼人要住那一間的 透天的啦 大家都要住那一間的 如果要住那一間的 是那個難民啦 中國人才去住 要住也給他住嘛 但是我跟你說 那不是叫眷村呢 叫難民營啦 他逃難來台灣 教導你要付祖金呢 如果沒有祖金沒有付 就送他 還給他去那一間 我覺得 民進府絕對沒有那麼好坑的啦 我先跟你說啦 西藏流亡政府 在印度 都要付祖金給印度政府呢 印度政府 印度的人 敢有去他 逃票選那個 那個 西藏的總理有沒有 台灣人看哪一棟就好 你看台灣人哪一棟就好 你不要逃票的 不然還要五分鐘 我跟你說 台灣人 不只說飯店 還沒想 所以全世界都幫你笑 自由世界在前 中華民國幫你奉扎 你今天在中華民國那棟 沒有在頭上 賺票給他 還給他30塊去 台灣人太過了 台灣人看哪聰明就好 要說他很聰明 所以我跟你說 你要說給台灣人人都了解了 我跟你說你聽清楚 不可能 阿嬤也跟你說不免 不要 不用 不用 聽我跟你說不用 美國跟我說清楚 不需要 4千塊就好了 還剩2千而已 你們都有責任 真的你們都有責任 我跟你說 今天你如果跟這個講 這個不願意 馬上把他 排除 不用插他 排除他 因為你不排除 對你來講 多疼 你不要一直跟他講 不需要 那如果在那邊 搖看就去看就好了 如果不那樣都算 不必搖 你聽我跟你說幾句話 4千名 美國你自己跟我說的 我實在 我實在跟你說 坦白講美國已經緊張了 而且越來越急 本來 美國 5個單位都在跟我們聯絡 這5個單位 好凶 不合 國防部跟他說 你如果要跟我告國務院 國務院說你為什麼不去告國防部 都不用擔心 我要的東西沒有拿到我就告你 美國政府在上星期 叫我簽 向 USMG申請 那個 琉球 日本的佛教 我教育的意思 我簽給他 上星期就要求 你們可以直接申請 當然我們現在沒辦法大面積 我們現在先國主的 集中跟副集中 內閣 差不多50人 行行行 你不用反路 如果這50人拿到 在座各位都有 那時候 我才給你看 你要拿一本 中華民國 日本還是要拿美國的這本的佛教 聖啊 台灣人看多好 都看多聖就好了 這叫做 我沒有騙你啦 真的是 美國政府 我們 18歲以上的 男女女 我們要去房子 大大 而且 我們要改變台灣的政 我要來歐洲 那個 那個 那個西亞那邊 金塔莫 比較散的那邊有 俄羅斯那邊 18歲以上的 男女女 25歲 把他們 他們來台灣 讓他們讀書 不用錢 你若叫我台灣人 若是帶我台灣的 上他們一種房子 又找他 我們來後台 頭哪有好 又金塔莫 又說英文 中國人來台灣 一看 他就不敢說 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 好嗎 好 好 哇這張照片 我怎麼不知道有 老早 那個往生就準備好了 你看看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稍等一下 妳講這個問題 很好 那中國人 我們要怎麼來處理 第一 妳若過去 我一支 土地的頂端 說我們台灣的 壞話 抱歉 我們的公民 公民身份證 ID 我們沒有要給他 我們要給他什麼 居民身份證 股民 他沒有投票權 但是 如果有我們 我們在想 我們會引用 公民權利法案 二十幾條 第六條 幾條 剛才在這裡 我沒辦法問 第幾條 第九條 我們會 很短的時間 給他 公民 公民權利是美國叫我們做的 只做法案 兩國 做好後 讓美國 不跟二十四少年 打到回來 你們瘋了 中國人要來 馬上變就在台灣 如果這樣 中華民國就能 就地合法就好了 喔 有力有力 收益 我們可以收益 一禮拜過去 又打到回來 又為什麼 他說 他說你是被擠贈贈 台灣人是被占領者 他是占領者 擠贈贈 你被擠贈贈 怎麼會去關 擠贈贈 沒力啊 沒力啊 沒辦法很簡單啊 我感到讓你美國占領 我可以讓中國人占領啊 你要去賣啊 儘管好 行為我台灣人 那中國人 靠邊站 你看 那中國人 演藝界 百分之七百零都是中國人 馬英九 他們的內閣 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中國人 台灣人都不知道 台灣人 那人去演戲都為什麼 跟你拯那個 不是像地鼓量而已 沒水準的 你若生了比較漂亮 比較老的 絕對他打死他就不會讓你找來 林志玲是好運啊 所有台灣人如果比較漂亮比較遠道的 你抓他旁 我沒騙的 他們的心態很清楚嘛 我們是戰勝國 台灣人是戰敗嘛 你台灣如果不承認你是戰敗國的時候 你英文就沒辦法 出頭啦 這很清楚的 台灣人而已 台灣人頭好啊 戰敗 又想要 騎戰勝國的 便宜 世界沒有這種的啦 美國人跟我們說 我 為了要打台灣 我犧牲多少美軍呢 當時 琉球 在1970年 美國幸福日本的時候 不是 投票呢 是美國政府跟日本政府協商而已 日本政府又賠三億兩千萬 三億兩千的概念是什麼 當時 日本去賠韓國的時候 賠兩億而已 黑奈納票賠三億兩千萬 現在問他 有一天 我會跟美國說 你要給我台灣組織 當然啦 美國講這句話很差別 你聽話 你說你台灣人頭腦真厲害 太平洋戰爭是我美國跟 日本打 那你台灣又是日本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处理台湾 我们要跟谁讨论 跟谁讨论 日本天皇 要跟日本天皇讨论 要不要跟中国讨论 当然不用 你清楚吗 现在 就这条和平的要跌一条 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要主题 所以我们后面台湾 我们会跟他讲 来 你讲好 你美国为了台湾花很多钱 我来跟你讨论 要跌你多少 你讲 琉球说跌他三英二千 你说台湾跌你多少 三十二亿好吗 十跌你这样可以吗 好吗 你美国说你欠我多少 要走多呢 要走多呢 这别说 这实际是别说 我不要说过 我头一遍说 其实我都想好了 先说到这里就好 来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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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空 老车 我就